江小姐說 她找到偷藍寶石的人了 本來我是要去畫廊問失火原因的 沒想到 剛好看到了這段視頻 柴小妻偷的 應該就是那枚藍寶石吧 江小姐 這兩段視頻 能不能不透露給任何人 為什麼 證據確鑿 難道你不處理它嗎 因為這是我們公司的事 我不想讓外人知道 好吧 不過我還是想提醒你 像柴小姐這種來歷不明的人 你最好不要留在身邊 江小姐 請 對不起 對不起 原來你說的對不起 就是因為這個 怎麼辦呀 我以后该怎么面对他 又不是你亲他 你心虚什么 快点起床 找他说清楚去 说什么 你是个外星人啊 物种不同 死了这条心吧 我不去 再说 他亲了我 也许就只是一时冲动了 谁说他是真的喜欢我的手 谁啊 你怎么过来了 我来就想问你一句话 关于蓝宝石 你有什么想跟我说的吗 你都知道了 那如果我不知道呢 你打算什么时候告诉我 对 蓝宝石就是我拿的 我骗了你 怎么样 为什么 因为 因为我要用他 你要用他干吗 用他 你要用他换钱吗 做研究 还是你想拿去送给别的公司 我不能说 那我换另一种方式问你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盯上他的 从你偷他的那天了 还是更早 还是从你答应做我女朋友的时候开始的 我不是因为他才想当你女朋友的 你觉得我还会相信你吗 小七 我跟你说过了 只要你说实话 无论你今天做错了什么 我都会原谅你的 可你为什么要骗我呢 我不是故意骗你的 而是 我不敢跟你说实话 我怕你知道我 事情是已经闹到这种地步 你还在跟我遮掩 我根本就不在乎是不是你偷了蓝宝石 我在乎的是你从来都没有跟我解释过 如果你真的需要他 我完全可以送给你 不是 怎么说呀 笨死了 方总 你问出蓝宝石的下落了吗 通知科研部废的蓝宝石项目 不用再查了 可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订阅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你不是最喜欢帅哥了吧 小波 你想离开这里吗 我不是一直喊你出门吗 快走 我都饿死了 我说的是离开地球 简直没有一刻比现在更想离开这里 如果你真想走的话 倒也不是完全没办法 你有办法 有是有 不过一旦用的话 你就不能再回来了 小波 你确定 在这个地方 我能回去吗 你是被母星制造出来的 体内当然有母星的能量 一旦你死了 信号就可能传回母星 到时候 他们就来救你了呗 可是我都死了 他们还在干嘛 咱们母星不是发达吗 把你带过去 兴许还能抢救一下呢 可能要是万一信号 发不出去了怎么办 那我就不知道了 反正我缩辩系统 这是最后的希望了 不想换一个方式 换一个能抢救的那种 走